接下來的例題是 請問你哪一個氣體沒有辦法使燃燒得更劇烈 燃燒得更劇烈應該就是氧氣 因為氧有助燃性 那麼哪一個不是氧 哪一個不是氧 電解正極產物 我們三年級會教你 先邊已經跟你講過了 正式教三年級會產生的是氧氣 酸氧水加氧氧產生氧氣 氧化孔造光也產生的是氧氣 所以它們都可以使得燃燒更加劇烈 只有大理石加CN酸產生的是二氧化碳 它不可燃不助燃 不但不能夠使它燃燒更劇烈 甚至會把它滅掉 所以呢我們答案選擇的是B 我們答案選擇的是B 好這就是我們曾經教過的 所謂的燃燒方法檢驗 但它這裡不是氫氣是空氣 但是類似的意思 就是空氣中的氧比較少 存氧的氧比較多 那二氧化碳是不可燃不助燃 所以呢放下去之後燃燒程度會如何 那程度會如何 哪一個答案 哪一個答案 黃林靜 你用手比給我看好嗎 幫你聽不聽小聲 C3 請坐 因為乙是純氧 所以它能夠助燃效果最好 那甲是空氣 助燃效果沒那麼好 比根本就不會 因為它就是不可燃不助燃 所以我們答案選擇的是C 乙大於甲大於比 好請問你 它想要分別氫氣氧氣二氧化碳 你看我們當初講的就是一個方法來檢驗 那這裡呢 用誰來檢驗是最好的方式 這個就是我們當初教的東西 就是我們當初教的東西 好 我們曾經跟各位講過的事情 黃營 對 坐下 藍燒的火柴就是我們當初教過的燃燒法檢驗 氫氣叫可燃 氧氣叫助燃 二氧化叫不可燃不助燃 澄清石灰水只能夠檢驗二氧化碳 潮濕的思維是檢驗酸鹼性 這邊只有二氧化碳是溶氧水是酸性 氫跟氧都沒有反應是中性的 因為我檢驗水這裡都沒有水 所以我們不可能用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答案選的是豬 這也是有關於一些簡單的內容 OK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